西北太平洋上现在很热闹 一连长出多个台风 就连8号台风悟空也要宣承了 怎么回事啊 宣童 好 玛利亚台风灭了之后 后头还有山巡台风 还有安比台风 而热带低压最快在明天 就有机会宣承悟空台风 这四个台风接连影响日本 都是往日本的方向去 对于台湾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台湾这几天的午后雷震雨 几率比较高 是因为台湾处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头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大低压带在未来几天 它的位置会稍微的有一点挪动 同时在中国大陆南边的低压 会靠近台湾 所以西南风会变得更加的强 所以到时南部地区的震雨 会比现在还要更多 而各地的午后雷震雨的强度 还有几率也会大幅的提升 而至于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目前看起来到下周二之前 其实整个低压都是照在台湾的 而要等到这高压慢慢的升过来 只是目前来看 这高压增强的幅度有限 所以它刚好可能就会卡在台湾的 东侧海面这一带 所以在下周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在这一条线上面 很有可能会长出一些热带扰动 和热带系统 有机会会靠近台湾 倒是雨可能就会比想象中 来得再更为明显一点点 好 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天气 今天台湾缺的是西南风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的山区 午后雷震雨都是比较多的 像是在新竹还有双北市 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通知 甚至在彰化的分源 一个小时的湿雨量在50毫米以上 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蛮热 在台北新印来到了37.2度的高温 好 我们再来要看到的是降雨 今天的午后雷震雨 预计会一直下到今天的晚上 在山区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在平地的雨势会有所缓和 而到了明天需要注意的 跟今天状况是一样的 在整个迎风面地区会有零星震雨 而在山区午后雷震雨 到了礼拜四之后 因为低压相对比较靠近 所以南部地区的震雨几率会提高 另外在北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 都要注意会有大范围面积的大雨 或者是局部的短延时好雨 而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其实温度还是偏高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多多补充水分 以防中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